有情有意的小动物还不止这一个 一只鸟意外身亡之后 另一只鸟用尽全力努力了几个小时 一直想把同伴拖回树上 这样令人感动的一幕 被湖南的李先生用手机给拍了下来 画面中 这只在地上已经死亡的小鸟 被他的同伴拖了有一两米远 看到有人走过来 他立即很警觉的飞上枝头 不停发出急速的叫声 示意不许靠近死亡的小鸟 过了一会儿 树上的小鸟慢慢地跳下来 再次来到死亡小鸟的身边 望着死去的同伴 竖起头上的羽毛并发出哀鸣的声音 周旋在死去同伴的周围 一阵风吹过 以死亡鸟儿的羽毛被微微掀起 同伴仿佛受到鼓励一般 竟尝试要将地上的小鸟抓起 尽管一次又一次努力 拼命扑腾翅膀 依然不能让小鸟再度飞起来 直到地上 鸟儿的尸体被环卫工人清理走 树上的鸟儿在久久哀鸣后 才恋恋不舍地离开